原标题,杜甫是李白交心的好友,但是,李白对待杜甫的态度,却让人含心李白,自态白,好清廉局势,又好折仙人,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,被后人欲为诗仙,与杜甫并成为一位。 他称为李渡,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尹,与杜牧极小李渡区别,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渡,其人爽朗大方,爱饮酒做诗,喜娇酒。 中唐十七滴诗人范传正,就是李太白的铁杆粉丝。 虽说,这两人无缘的简,但是,范传正仍对李白仍是十分神亡。 范传正自掏腰包,为偶像翻修了坟名,并亲自转了一篇碑文,有道士,公明白,自太白,西仙龙西成继人。 约而继之,亮武招王九代孙姐。 随落多难,一方被篡于岁界,流泥散落,隐意姓名。 陆有名是李阳斌,亲自收录太白名剧,编撰草堂集,并为此作续道。 李白,自太白,龙西成继人,亮武招王浩九世孙。 禅连归族,施为显著。 冬夜飞嘴,折居调之,异姓为名,然自穷禅至顺,七时为数,累时不大样,亦可探监。 神龙之始,陶归于蜀,复制李树,儿生薄阳。 荆江之夕,长庚入谋,故生而明白,以太白自知。 当然,李白远不止范川正和李阳斌这两位粉丝,无往今来拜, 告在他诗句下的风雅之事不胜美举。 在李白的所有粉丝中,当属魏万英浩对偶像最崇拜,他亦有缘与晚年的李白结交。 在魏万编撰的李汉林几中提到,李白的身世是亮武招王浩九世孙,因为是粉丝本长的考证, 所以,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。 展开全文按照魏万的说法,李白与当朝皇族是有亲缘关系的, 而李白本人也常以皇室宗亲自居。 然而,史料中并没有任何记载表明,当朝圣上确认了两人的关系。 李白一生都是黑户,他的皇亲身份只有他的粉丝认同。 早年李白在长安做官时,与当时负责认定皇室宗亲的父,责任走得很近, 为何他没趁这个机会获取合法的皇亲身份呢? 如果,硬说李白是个茂台货,倒也不尽然。 李白与人公仇交错,时时常会将自己与皇室的亲缘关系作为谈资, 这是当时文学权中人尽皆知的,为何没有嘴碎者向当朝检举揭发李白呢? 擅自与皇帝攀关系可是要掉脑袋的,一向排挤李白的阳国中,高丽氏,张继, 为什么没抓住他的小辫子将他弯倒呢? 既然找不到确实的证据证明李白不是皇亲国妻,那么,我们只能宁信其有。 按照李白的说法,他是李渊的第九代孙,比当朝圣上唐玄宗还要长八代。 而杜甫义是李渊的后人,他是书王外孙女的外孙,虽然,杜甫的血统距离皇族很远,但是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和李白也有亲缘关系,只不过,二人的关系已经超出宗族之外。 杜两人虽然年龄相差较大,但是,他们有幸活在了同一片天空下,而且,他们还有共同的好友。 高氏,喜欢诗词的朋友都知道,杜甫给李白写了不少赞颂之作,而李白亦将此美式作首足。 按照亲缘关系来看,他们的辈分又乱了套。 当时,门人之间互相溜须拍马似乎是一种风气,高氏也有不少赞颂太白的诗句。 不过,李白在寻阳落难时,高氏并未对友人伸出援手,李白对此怀恨在心,两人的关系也降至冰点。 至于杜甫,究竟有没有因为李白罹难与永王东征诗歌上赋逆罪,我们不得而知。 不过,两人的关系肯定会因为这起事件出现裂痕。 而高氏曾在贱南力挺杜甫,并帮助杜甫修建草堂,帮助好友摆脱困境,这说明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 后来,高氏担任贱南节度时,李白的案子自然经过了高氏之手,也是高氏派人抓捕勒令李白。 早年间,三位好友一同在梁园游猎,同写同袍,那么,他们最后为何会以这样的方式分道扬镳呢? 杜甫在太白罗那期间,是否对好友伸出了远? 熟! 从他留下的诗歌来看,杜甫能力不足,他只给朋友写了几篇同情的诗句,没给李白任何实质性的帮助。 倒是高氏因为彻底得罪了李白,与昔日好友划清界线,将早年为李白写的诗句,全部复制一句。 不论如何,这三位好朋友最终分道扬镳,令人难以理解的是,李白疏离高氏情有可原,但是,他为什么与杜甫断交呢? 杜甫在《梦里十二》中,表达了对好朋友的同情,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,李白为何没给杜甫回信? 被发配一完后,李白经常收到杜甫寄来的诗句,但是,这些诗句没有让李白的心中激起任何波澜,他并未做出任何回应。 这也给后人留下了杜甫对李白依往情深,而李白只中情于汪伦的错句。 从李白病重后四处游历的经历来看,写封信与老朋友聊了家常诉诉苦的能力还是有的,不过,他终究没有回应杜甫的友情。 杜甫是李白交心的好友,李白对杜甫的,态度却不如对一个粉丝,当真让人难以理解。 参考资料,草堂集,李汉林集,梦里十二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